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315晚会曝光的医疗垃圾黑色产业链 危险蜡条化妆土鸡蛋等等的问题 再度让消费者夜不能眠 当一桩桩黑幕接连浮出水面 让公众错愕的同时也引发质疑 如果揭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的话 那么其余藏在水下的黑心王国究竟还有多少 2019年的3月15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连夜发文 要求河南湖南省的市场监管局严厉查处设施体验 第二天的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局长张毛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晚会 所曝光的学校周边那条生产车间 并且对校园食品的安全提出了三个要求 2018年我采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永时 他和我说目前中国食品安全体系并不健全 例如国外各类食品准则是一万条 中国才大约五千条 食品安全我有个深切体会 我在维也纳超市区买东西 我从来不会考虑这个 买牛奶我就可以直接喝了 也没有什么少少消毒一下 人家就觉得很奇怪 买肉制品从来就说肉制品你不用去担心受入金 近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和联合国公发组织 共同展开有关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的项目 公发组织也在协助中国进行食品安全的标准化的基础设施 对 特别提到了跟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合作 对 这些标准的建立对于食品安全未来的发展有多大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标准实在是几个问题 一个是标准的缺失 在一些方面的标准没有 过期蜂蜜没有标准 第二就是标准的陈旧 标准之后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标准跟国际标准相比 有差距 为什么大家都海淘买国外的东西觉得国外的标准比我们高 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得加快制定 首先得有标准 第二呢 我说得高标准 就是说按照国际的标准 我现在跟他们讲 我说把国际标准直接拿来就可以 这标准其实有三个概念 企业标准 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按说是应该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国内标准 那么现在的现状是什么 现状是企业标准有的低于国内标准 国内标准低于国际标准 现在就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一般老百姓可能真的要有一个好的东西 对 老百姓感觉就是这样 我们国内的东西不行 标准不行 我说我去到国外去买 事实也证明 很多国外东西标准是我们并不好 过去老百姓老认为 我们出口的产品也是国际标准 好的出口了 我们自己吃的都是差的标准 这种问题有 这块我觉得李永讲的对 您说2020年前 我们主要消费品领域 要和国际标准一致 程度有86% 1%到95%以上 从86%到95%难度有多大 对 有信心能够在2020年完成吗 也就是两年不到 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还得加紧努力 我希望我们能够按照这个目标 顺利地实现 我们现在跟你上次来的时候 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整个工作的总体的部署 第一位的是质量和食品药品的安全 我们现在天天担心的就是这个事 就是食品安全出问题 质量 特种设备出问题 特别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实践 校园食品 婴幼儿的辅助添加的食品 都存在着 非常敏感 而且这个 我们有个现在一个时髦的词 叫舆论的社会燃点低 稍微是崩 大火苗 上海的国际学校 佐料过期 一下子就是舆论就铺天盖地 把校长撤上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 老百姓得吃饱了 得吃得好 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很强烈 这次也引起了中央的震怒 我们怎么跟老百姓做的 政务还有没有公信力 三十四季检查 为什么检查出来 这跟腐败的问题 内外勾结的问题 也有意思 所以这种大案必有 官商勾结 今年有关疫苗安全事件 接连不断 从2016年山东非法疫苗案 涉及未经严格冷链存储 运输销往24个省市 到2018年长春长生案 涉及疫苗生产记录造假问题 再到2019年江苏金湖儿童 接种过期疫苗事件 有媒体称 历次的疫苗事件 几乎重复着同样的循环 媒体曝光 涉事的企业和相关的部门否认事实 高层重视 药监部门集中诊治 然而依然难堵 下一个问题疫苗的发生 采访中张毛说 部分疫苗的生产 以及管理混乱 会让群众产生 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这不是天灾 是人祸 长春长生疫苗的案子 我觉得确实在药品 食品管理方面 实在着很多隐患 当时你整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感到非常震惊 就是这个药厂 从14年到18年 当时检查了37次 没有发现它违规 这次也引起了中央的震怒 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政府还有没有公信力 十年前三里清安 那还是食品 十年后 连药品都出了 疫苗还是 都给孩子们打的 有黄犬疫苗和白远破 白远破就给孩子打了 所以这个事确实 当时确实是神经 但你我想过 如果不是长寸长生的 内部人员去举报的话 或许这一次整改的过程中 去视察 仍然会变成37次到38次 仍然没有违规 后来我们建立了几个重要的制度 其中一个就是 中奖内部举报人 在美国叫吹少人制度 我所经历的这些比较大的案件 都是内部人举报的 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肉食品的 就是有个记者发现问题了 然后他去应聘 聘到这个企业里去了 干了三个月 案中调查 我也很压抑 原来如果不是内部举报 我们去抽查 是检查不出问题的 还是因为真的利益链的关系 把它掩盖了 作假了 可能有人包庇 实际上当时我们就感到 还有另一层次的问题 就是腐败的问题 现在事实证明 未来会有一些案子 现在正在过程当中 确实不可想象 30系检查 为什么检查不来 这跟腐败的问题 内外勾结的问题 联系到一起 这还是一个利益链的问题 张毛说 未来视频安全领域 也会借鉴 长生疫苗事件的制度创新 建立让企业和个人 不敢再踩红线的 巨额罚款和赔偿制度 让内部举报人 一辈子衣食无忧的重奖机制 以及质量与商业保险 相联系的制度 商业保险 你这个疫苗质量 保险公司就要挂了 疫苗出现问题 保险公司要负责的 就是说这个形成一个共识 不是我不着急了 保险公司的经理也着急了 保险公司也必须明察暗访 他也替我看这疫苗了 就现在电梯 500万台电梯 现在我推电梯的保险 现在全国有20%左右 我今年要达到30% 买保险的一国 让市场来监管 保险公司天天替我看电梯 买票手续费 买票手续费 我倒觉得 不如按市场的方式处理 是不是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事 搞得清楚咋 有人说 今天的互联网江湖 今日头条犹如一条免鱼 带着推荐算法 这个绝技 杀入曾经被憋梯 三分天下的城池 一边在社交领域和腾讯 转兵相接 一边在电商领域抢食阿里 战火甚至一度延伸到了 互联网大佬们的朋友圈 这些企业家也会主动登门拜访张毛 汇报工作的同时 也不忘和他诉诉苦 说说难 我知道前不久好几个互联网大佬也来看您 包括马化腾 包括张一鸣 来看是不是都是跟反垄断有关系 是您约他还是他们自己来的 他们自己来的 我一般都不约他们来 因为他们比较忙 然后他们有时候来看看我 聊聊天 有的时候就说说他的情况 张一鸣主要讲他今日头条 当时广告整改跟我讲了讲 马化腾就说了他讲了讲到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 为什么要来跟您说呢 沟通一下 使监管部门了解他们的 他们叫汇报工作 有时候跟这些互联网大佬聊一聊 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也是挺好的 非常好 我也向人家学习一下 年轻人 这个想法什么的挺好的 腾讯和头条 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竞争关系 有送到这里来吗 关于这两个大企业的竞争 就是说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垄断 这种情况有跟您提到吗 垄断的事他倒没跟我提到 但是垄断的事 投诉的人不少 他就刚才我说的是那种VIE方式投资 这个方式到底是境外注册 什么然后又控境内 到底这种方式应该怎么认识 我们现在包括专家研究 也说不太清楚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还看不清楚的时候 先就是不要简单的下定论 我最近前日到上海 我还专门看了那个 邪成 邪成跟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 不让他们票价加价 他们就没法活了 然后说你再说 让我反映这个问题 后来当时我也不知道谁限制怎么加价 就买票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我加价你愿意就可以 买票 手续费加价 买票手续费吗 我倒觉得 不如按市场的方式处理 就像那个吃饭那个单间的服务费一样 我明明晚不要嫁 你愿意进来我就收你服务费 当然了 我一个人专门给你服务 我还不收你的费 买票你愿意到我这来 你愿意从我买票 我收服务费 你不愿意交 你就自己买票吗 这不是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事 搞得挺复杂 你们都去做手 做完手以后你们来找我 什么叫五味价量 我到欧洲学习的时候 买便宜总考东西 人家就是欧洲人很奇怪 说你怎么有这样的概念 这据说中间的拉锯站还挺强烈的 因为你搞一个法律 你一定要听政府的一件 你也听企业的一件 企业也有企业发表一件 所以最后寻求一种平衡 2019年1月1日 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 对于这部从立项到表决通过 历经五年的法律 有人说它的出炉 是一场艰难利益拉锯站的战时落定 过去我每次讲 记者会上一直讲 大家说这个电商 江孟伟劣 怎么办 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电商平台负第一责任 去找阿里巴巴去 他先负责任 因为他上他的网站 他收钱 他清楚这些小户是谁 但是电子商务法出来以后 我就没法说他的第一责任 一个电子商务法 规定这些人要登记 谁要登记 就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负责了 所以你说他 你退给他就不行了 说他第一责任 现在这话就从法律上站不住脚了 如果这些商务多到工商局来登记 他在里面又卖了假货 但是工商局管不着 他在登记的时候是合法合规的 对 就是这样 你也不知道他会去卖假货 或者是山寨货 将来在卖假货的时候 那我们就还得 还得我们直接去监管 那你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工作量就非常大了 非常复杂了 是吧 所以这个电商平台 当然里面也有电商平台的责任 相应的责任 对对对 就这一句话 原来比着重 原来的方案比着重 对 连带责任 对对对对 后来变成补充责任 到了相应责任 据说中间的拉锯站 还挺强烈的 因为你搞一个法律 你一定要听政府文的意见 你也听企业的意见 是吧 企业有欺负发表意见 所以最后寻求一种平衡 电子商务法 其实主要的三方 最弱势的其实是消费者 对对对 之后是商家 最后是平台 对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起草过程当中 能够发出更多声音的是平台 现在平台是信息不对称 现在平台站在可能是强势的地位 站在更多的主导地位 2019年的3月9日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 在两会部长通道强调 要依法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逐步做到天下少假 采访中他也不忘提醒 舵手足要培养科学理性的消费官 做个成熟的消费者 18年的7月26号 拼多多到纳斯卡克上市了 但上市之后很多人就说 他的上面的很多货是山寨版的 比如说老鱼妈 康帅夫这样的情况 据说我们也约谈了拼多多的董事长 对 讨论的过程是如何的 有进行整改吗 当时是要求他整改 据我了解 他对于问题的认识和整改的态度 还是比较积极的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 一个是他的要存济守法 再一个就是消费者 我觉得也要更加理性 现在我们中国处于一个阶段 大家都强调物美价廉 在欧洲没有这个概念 什么叫物美价廉 我到欧洲学习的时候 买便宜都考东西 人家就是欧洲人很奇怪 说你怎么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 我听说500多块钱一个大电视 我就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而且你消费者居然你可以就消费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 可能各个方面都应该 消费者也有消费者的理性的问题 提高认识的问题 每次我答记者问 他们都提出双十一 假货怎么多 我说那为什么双十一 每年增长30% 你们跟我说说 你们都去剁手 剁完手以后你们来找我 这个恐怕大家 社会上大家都应该有这个责任 是吧 将方伪劣 你们觉得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个 恐怕不能简单的看这个问题 是吧 就中国的市场的成熟 消费者的成熟 消费者也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了 所以前日有一个评论 我看起来很不合理 说消费者都是合格的 只有不合格的监管部门 我说这个纯属是天方夜谭 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我们能说自己是合格的吗 地方工作的时候 就我们老说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相信我会知道怎么处理 今天晚上我就不知道 今天晚上会有一个什么突发的 市民安全问题 在工作上这样的直率感言 您收获得多 还是受的伤害比较多 近年互联网外卖 共享单车等新业态紧盆持发展 便利民众生活的同时 也出现了黑暗料理 小黄车 退家金兰等问题 对于新兴的业态 要如何做到包容 但不纵容 不要把孩子和丧水一起泼掉 考验市场监管者的执政智慧 2018年的9月11日 也就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三定方案公布的第二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来考察 回忆到那次的考察 张茅对总理的一句话 印象尤为深刻 他当时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要是走市场 对 不是计划管理 他说的是 不是计划监督局 你们是市场监督局 你怎么体会 就是说要更好地发挥市场的 资源配置的作用 其实是这样的 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 这是克强总理一贯的思想 对于在共享单车 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 已经造成的一些消费者的损失 该怎么样处理 我觉得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包括什么押金 什么这些都要 我们要通过法律的办法 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我觉得对于 共享单车这种模式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 我现在也看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它很火红的时候 我就觉得找不到它的盈利模式 搞不清它是怎么回事 但是那时候 我觉得从政府来讲 没有简单地否定它 就是你可以发展 也要求你规范 后来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现在有人争论 说这种东西应该是政府公益性搞 我不同意 还是应该通过市场办法 将来我想这些行业 包括共享单车和其他一些共享经济 会更加成熟的 现在会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消费者很抱怨 是吧 那要通过其他法律措施 来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但是对这个行业 我现在我觉得 还是应该 继续持一个 支持它创新发展的 支持它规范的 因为过多少年 它就比较规范了 有的人就新兴业态 现在有这个问题 动不动 就是互联网 比如说几家垄断了 但是这个垄断和传统产业垄断不一样 它是跟技术进步了 也在一起的 它一旦发明一项新技术 通吃 对 就是互联网的特色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限制就是它垄断了 某种程度上就限制的技术进步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发展 经常有人投诉 互联网几个企业垄断了 你们都不管 但这个问题和传统企业不一样 我觉得就得慎重的考虑 特别它有些商业模式还不一样 什么VIE这些商业模式 到底应该怎么认识 它好多都是通过一项进步 一下我就全战市场了 你不能简单的把它作为垄断 我说你分拆 你怎么分拆 所以这些事我觉得都是要 我们也要学习 现在新业态或新技术 有哪一些行业 或者是哪一些业态 您现在关注的比较多 可能要注意它的发展态势的 有没有 你比如说像共享经济 人工智能 这些行业 这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将来发展下去 可能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包括现在网上的商务活动 包括外卖 外卖也都是我们 一个是互联网 电子商务 再一个视频安全 这个视频安全怎么保证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现在年轻人都形成习惯了 大城市年轻人 动不动就外卖小哥在街上 最后电视媒体也揭露过 很多这里的负面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总体还是要 支持它规范 但是怎么规范犯法 将来在这些方面 都应该由法规法律来规范 但是目前我觉得可能还不太成熟 采访前张毛身边的人说 平时很难得见到局长校 普通消费者一年过一次315 他天天再过315 当我提及外界对他的这个印象的时候 张毛说自己每一天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突发安全问题 甚至不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 不过1998年后 一路从北京市副市长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的履职经历 让他在处理突发事件时 更有经验 有底气 在北京市的时候也管过黑车 所以你对于这个 不论是共享单车 或者是说这种网约车 可能还是比较了解 您在非典的时候也管过医疗 当然您也在卫生部待过 所以这些经历对于您统筹 这些非您的专业的东西 是不是有比较深刻 或者比较重要的影响 我觉得经历的部门多一点 见过的事多一点 特别是更具体的讲 在工商部门工作过 在国家发委 国家发委我还管过物价 我在卫生部的时候 食药局是我们部里管的一个局 几个不陌生 所以我还不敢说不陌生 但是我略知一二 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就是经历这种突发事件 碰到我一些 我就是经常说这么一句话 我在地方工作的时候 我们老说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相信我会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你不可能知道明天 今天晚上我就不知道 今天晚上会有一个什么突发的市民安全问题 染点被点起来 但是我知道我会怎么处理 是吧 我有这个 还有这个底气 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传授 就是说你一定知道怎么处理的原因和底气在哪里 有点经验吧 比如说针对舆论出现问题吵了 第一是要把事实弄清楚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对 不能呜着眼着 第二 原因不急 原因一定要不要分析准 不要轻易今天说这个原因 明天你就说那个原因 所以事实要快 也要准 但是原因呢 很多事情的原因很长时间 那马航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那我在调查嘛 特别现在是公开嘛 透明嘛 是吧 有事我就说嘛 是吧 我第一时间把事情真相说了 正到消息有了 大家就不会传下这些消息了 上次我处理我们商标局有些缺坠的事 你知道吗 对 我知道 那次我问了 上天晚上才知道 晚上媒体爆出来我才知道 事先也是我们的内部管理流畅不顺 当时我第一 我说表态晚上 第一 承认 有这个事 第二 道歉 第三 我们改进工作 第四 我们内部 整改问责 这四条国务院报告 一发出这些消息 社会上 他没有话再说了 顶多大家再发发牢骚 我这话讲到顶了 就完了 然后我们就自己内部处理 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只供上了 确实在是反映我们工作当中的问题 其实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永远会发生事情 是吧 但是关键你就能够妥善把它处理好 局长 我每一次采访您都觉得特别爽快 您直率 感言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明眼人 现在很多掖着污着很难去把它改变 但是这种直率感言的性格您是受了谁的影响 这个对您来说 在工作上这样的直率感言 您收获得多还是受的伤害比较多 这个确实是受的伤害比较多 因为这种作风 我现在强调就是一个 讲真话 不讲假话 季先生讲过 季先生讲过一句话 真话不可全讲 但假话不可讲 我一直听信奉这个的 任何一个环境下 全讲真话的人恐怕都讲了也不行 但是守住个底线不讲假话 那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 但是自己就是性格化 也就是可能得对的人也比较多 但是自己认为自己尽到职责了 我觉得就是 谢谢局长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 责任大的是不想吹的 权力大的是不想挣的 这很简单 就是这么样一个 拴销最后这么多案子 我看没有一个弄得干干净 我的意思说 不是抽查了多少家 就公开多少家 不是 应该是这样 必须要做到这样 但是我发现不是这样 有的企业说 你罚我一千万 我这事不要给我公开 在工作上 这样的直率感言 您收获得多 还是受的伤害比较多 接着下来 为您播出设计家 真话不可全讲 但假话不可全 我一直挺信奉这个的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